夏威斯虧威14年再度入圍巾中獎 不過這次還是敗給舊愛黃子焦和露露 典禮結束後 他也不忘自嘲幽默地說出心裡話 小莊我們得獎 我們這邊的媒體會不會比露露那邊多了 沒有命耶 不能了嗎 不好意思 不行 好好好 不要了 好啊 這會不會進去 因為他們還佈置了氣球 然後我剛才走進來的時候覺得看到那個氣球格外的淒涼 只差一分就是給教授 真的 誰沒投我 你可以調查得出來嗎 他沒辦法 我真的心裡會想說會不會聽到我的名字 因為我媽坐在樓上 然後想說如果是我的話我就可以說 媽 我得獎了 結果他們就說是佼佼跟露露 講真的 我內心 真的有一點點失望 不然如果沒有口罩的話我真的很怕我的臉 會太僵 所以我有口罩之後我想說 OK把我的臉擠出來 應該就會感覺很誠懇 所以明天就想要去找大A子 因為他畢竟也是犀利想聊的製作人 想要去他們家跟姊姊還有姊夫 就是 恐怖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竟然被嬌嬌哥 其實我一進場的時候我就看到他我就這樣 他說你現在瞪會不會太早啊 等媒體來 你再瞪好不好 沒有 可是我看到他在台上當頒獎人的時候 妙語如珠 我覺得他的功力還是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覺得 再給他我覺得 有心服口服 紅毯我 其實我這次穿著我的服裝 我並沒有要爭取了什麼紅毯第一枚 因為我覺得那已經不是用美可以來形容了 現在真的幾個救星 很多人在莫非 不要這樣 我有評審說 就是你要輸阿寶一邊一邊這樣 妳是說評審說 曾寶一是紅毯第一枚 可是我就說 哇 小椅子怎麼穿得像妙啊 怎麼像金鐘獎啊 怎麼那麼有氣勢啊 那阿寶就是說 黃色的洋裝 這次有看到節目第一代 就是他帥還是 OBUM比較帥 當然是我的OBUM啊 可是我不得不承認就是 智琳的老公也非常的帥 但是我覺得我的愛 沒有辦法再分給其他的姐夫了 我的那個OBUM還是NO.1 我跟他面對的 一段短暫的 我們來禁止